换个心情带您看到高丛市副市长叶匡时 在观光局以及议员的陪同萨呢 是第一次到金石湖蝴蝶园来参观 就立刻被这里翩翩飞舞的蝴蝶给吸引了 不但好奇的触摸 还参观培育蝴蝶下一带的秘密基地 对于蝴蝶园拥有这么充实的生态资源 期待将周边串联打造成为三民区的观光亮点 同一次来到金石湖蝴蝶园 高丛市副市长叶匡时就像是一位好奇宝宝 什么都想问也什么都想看 往事里数不清的蝴蝶翩翩飞舞 叶匡时不仅大开眼界 看到大笨蝶如此容易亲近 也忍不住轻抚他的翅膀 但最让叶富开心的莫过于导览人员 带领大家一起戳破蝴蝶的秘密 原来吹口气就能让躺平装死的蝴蝶重现生机 副市长叶匡时29号下午是在观光局代理局长邱俊龙 以及市议员佟彦珍的陪同下 首次造访金石湖蝴蝶园 除了参观往事蝴蝶之外 还走上高台俯瞰蝴蝶园的美丽景致 当然也不能错过蝴蝶园的秘密基地 也就是培育下一代的地方 金石湖蝴蝶园拥有许多生态 不论大人小孩都值得一看 叶匡时也期待能将周边景点纳路 将金石湖打造成为三明区的新亮点 蝴蝶园其实是已经蛮有吸引力的 周边还有很多措施 可能我们要陆陆续续再把它改善 希望把金石湖风景区 变成三明区一个重要的亮点 把整个金石湖的排水 还有整个湖顶光场做起来以后 接下来我们可能就是要在软体的部分 软体的部分我们就是要加强 跟整个双湖的观光 然后再怎么样结合原山 这个地方串联成一个旅游带 那这个是我们接下来 明年的一个工作的重点 市府观光局将金石湖 成去湖双湖观光列为明年度的工作重点 毕竟每个人只要看到 这些又美又让人亲近的蝴蝶 就从头上飞过或是黏在身体上 铁垫一下子整个心情都被疗愈了 记者王思武高雄报导 我们下期见